起步路就有一家服飾店 宅小巷弄内摊贩密集 新竹中正台观光夜市 承载不少新竹人回忆 但是这块地是国有地 现在被法院认证 新竹市摊贩协会无权占用 要赔国产署三千四百三十八万 以前景气好的时候 大约租金是多少 就是小单位的小间的 大概一万多 一万多 大间的两万多 中正台观光夜市管理人 新竹市摊贩协会 每个月向摊商收取管理费 但国产署提出质疑 从一百零六年开始到今年四月 中正台观光夜市 公众通行区域不算的话 摊贩使用范围约五百零九平 缴交的租金管理费 应该是给政府 而不是给新竹市摊贩协会 协会被控占用国有地八十二个月 不当得利三千四百三十八万 但协会在法院上表示 一九七二年间 遭当时新竹县政府安置了占用 是有成立使用借贷关系 比较贵的 那边便宜多了 朝五差回落 有 旧城却没落 但租金仍不低 国产署表示 其实先前有辅导过一段时间 但没有得到摊商协会正面回应 双方只好法院见 中正台观光夜市 摊贩协会若美缴出不当得利 国产署也不排除进行 强制执行 三十五张海联邦新竹报导